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惊恐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天色渐渐暗淡地下来 寂静的马路上 突然出现了两个身影 伸手拦住了原本打算回家的 出租车司机小魏 面对这两个乘客 小魏到底如何决定 有一个出租车司机 姓魏明朗路 是一个24岁的小伙子 独身一人 为了多挣钱 他不分昼夜 加班加点地开车 人虽比前一阵瘦了点 但钱挣得多了 可是就在前两天 他无意中发现一个怪事 本来他开车只注意 哪有招手的乘客 哪里客流量多 并不注意其他的车辆 可是那一天 他感觉到 有一辆白色小面包车 似乎有意地 长时间地跟在他的后面 开始他没太在意 可是第二天 他才察觉 白色面包车 不仅依然跟踪他 而且还时不时 超车到他的车前 挡住他的去路 那天 朗路回家后 心里觉得很别扭 在他看电视的时候 被一条新闻信住了 昨天有一辆出租车 遭到两名胆徒劫持 司机的车前务全部被接 司机小心逃生 目前此案正在追查中 看到这里 朗路就联想到 那辆跟踪他的白色面包车 他听说过 有的犯罪团伙 不仅劫车 而且还暗中摸清司机的住处 了解更多的情况 寻机进行入室抢劫 他们的主要目的 就是弄到钱财 手段十分残忍 想到这儿 朗路也感到十分可怕 他少年时 失去了母亲 初中未毕业 就辍学开始打工 两年后 父亲给他留下一笔钱和房屋 带着一个女人走 越往后 父亲就越是很少来看他了 失去父母之爱的朗路 开始胆小怕事 后来又曾一度变得天不怕地不怕的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对一些事情开始学会了思考 他寻思着 白色面包车很可能有问题 如果明天那辆车再跟踪他的话 他就报警 但是从那天以后 白色面包车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几天过去了 依然如此 这事儿他也就逐渐淡忘了 这天他开了一整天的车 拉送客人不少了 腰包也鼓鼓的了 他刚刚送过了一个远道客人 正开车往回返 他觉得很疲倦 但是心里十分的愉快 此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 深秋季节 冷风阵阵 寒气和倦意一起向他袭来 朗路开着车溜达着 劳累了一整天的他 此时心想 出了这条路 没有乘客的话 就直接回家了 他想着 随手掏出一支烟 点燃后 吸了几口 车子加快了速度 继续往前行 路上车少人更少 很快 车子就出了本路段 他随即向左一打方向盘 车子便驶向回家的路 出租车大约行进了五分钟 朗路呼见前方不远处 有两个人影 正在示意他停车 朗路心想 虽然时间很晚了 多拉一趟 多挣一趟钱 这时 车子已经来到了 那两个人的面前 车停了下来 这是一男一女 两个人 年龄大约都在三十来岁 女人手里拎着一个小皮包 男人建车停在跟前 没有急着上车 而是先绕到了车前 像是在看什么 又像是怕车开走 要挡住车的去路 那个女人打开车门 先上了后排座 这时 那个男人走到后车门旁 朗路歪头瞅他时 只见那个男人 一只手开车门 另一只手向身后什么地方 打了一个像是OK的手势 然后就上了车 朗路莫名其妙地 朝打手势的地方望了望 却没有看见任何人 他很奇怪 回头看了一眼 坐在车后排的一男一女 朋友您好 您二位去哪啊 去前边的庙 朗路吃了一惊 心想前面的庙 离这儿还有几十里路 再说那里荒无人烟 这么晚了 他们去那儿干嘛呢 况且有一段路是很不安全的 那段路曾发生过 出租车被劫案件呀 想到这儿 他后悔了 真不该停车 不过既然人家上了车 总不能再让人家下去吧 都这么晚了 您二位去庙里干什么呀 不是去庙里 是去那一带 我们的亲戚住在那儿 离庙挺近的 具体地点现在也说不清楚 到地点的时候 我们会提醒你 朗路看了看两个人 也不像坏人 心想去就去吧 除非他们有枪 否则的话 就算真的有什么阴谋 亮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车子开动了 而且速度很快 一路上后排坐的两个人 没有说话 甚至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 车子很快出了市区 路上已经看不到什么车辆了 道路两旁开始出现了农田 远方的景物都依稀可见 朗路偶尔通过车前的后视镜 扫视后面的乘客 一切看来十分平静 车子越走越远 路上也越来越清静 只有朗路的车在飞快地行驶着 车又行驶了十多分钟 周围已经是一片旷野 路灯稀少 有的路段甚至没有路灯 只有通过空旷的田野 还能偶尔看到远处很微弱的点点灯光 忽然车子猛地颠簸了一下 朗路急忙稳住方向盘 后面坐的男人突然说话了 停车 快停车 怎么了 这这这离哪还远的呢 快停下来 朗路内心开始紧张 他想 这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 他们要干嘛呀 他想着 脚还是踩了刹车 车停了下来 后面的人没有下车 只是互相说着什么 就是这儿 你看远方 就是那个庙 看到了吗 远处那个怪怪的黑影式的建筑 那里就是 哦 明天我们可以到庙里去转转 听说那庙是为了纪念一个大善人修的 到那儿去的人 都是为了能积德行善 我想会的 呃 我说 你们还下不下车呀 不 不 现在不下车 请 请开车吧 朗路开动了车子 出租车提速很快 朗路也不再注意他们了 汽车又经过了一段颠簸坎坷的路面之后 向左拐了一个弯 不多时 前面出现了一个微型的岔路口 一路口不远处有一些居民 呃 现在朝哪边走啊 还拐弯吗 后面的人没有回答 像是没有听见似的 朗路回头又要问 可是嘴还没有张开 就惊呆了 汽车后排座 是空的 哪儿还有什么人呢 他急忙杀住了车子 仔细看着后座 确实没有人 他又把头探出车窗外 向后张望 也没有灵魂 这个时候 道路两旁的树林 沙沙作响 朗路只觉得一阵阴风吹过 他有些发虚 没敢下车 心想 这一男一女 究竟是什么人 从他们刚才短暂的对话中 很难判断出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莫非 是鬼魂吗 不可能 不过 刚才路面颠簸得很 朗路的车速 曾降得很慢 倒是有可能 是他们为了逃避车费 趁机偷偷地下了车 朗路叹了口气 心想 真倒霉 深更半夜的 白跑这么远的车 快到地点了 却让他俩溜了 不过 他俩本事也真够大的 不停车就能跳下去 我还是愣没察觉 看来 这两个人还真是高人 我得防着点 想到这儿 他把车一掉头 快速地朝回开去 一路上 他还不时地注意着 前方两旁 希望能发现 那两个人的影子 但他是一无所获 什么也没发现 朗路内心更加发虚 他琢磨着 今儿个真见鬼了 两个大活人 居然在我眼皮底下消失了 看来 这条路是不太吉利 夜里还是不掉到这儿来好 这时 他不由自主地 泛起一种恐惧感 朗路取出一支香烟 点燃抽着 虽然壮了些胆 但刚才发生的事情 着实怪异 使他心情无法真的平静 幸亏朗路平时胆子就大 什么都不怕 要换个别人 恐怕早就吓坏了 朗路怀着疑惑的心情 开车行驶在幽静的道路上 一阵颠簸后 他开始加速 又来到了刚才途中 那个男人叫停车的地方 就在这时 借着汽车的灯光 他猛然发现 在他车的正前方不远处 站立着一个人 疲惫的朗路 心情越发紧张了 他决定今晚不再送客人了 但是这条路不是很宽 那个人又站在路的中央 开车躲过去也不是很容易的 况且 也不知道对方 是不是有急事要搭车呀 无奈他只好降速 车离那个人越来越近 朗路看清了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正朝他的车使劲的挥手 车终于停在了那个人面前 那人一边招手 一边朝前车门走来 朗路发现 这个人走路的姿势 不大对劲 好像是腿脚有毛病 那个人上了车 随即关好车门 去天祥宾馆 陌生男子说完后就不再作声了 感觉他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朗路想 这倒好 我家就住在天祥宾馆后街 正好顺路 朗路开动了车子 飞快地朝天祥宾馆市区 十几分钟后 出租车开始进入市区 兄弟 开出租几年了 快三年了 经常走这段路吗 这可没准 人家让去哪 咱就往哪去呗 是够辛苦的了 得嘞 今儿您是最后一趟了 要不是咱们顺路 这一趟我也不跑了 咱们顺路 是啊 我就住在天祥宾馆后街 再过一刻钟 送您下车以后啊 我就直接回家了 那个人应了一声 就不再说什么了 而是合上双眼休息了 朗路一路开车 顺顺当当 无需减速 不大功夫 他的车停安地 停在了天祥宾馆门前的道边上 朗路看了看计价器 三十多元 好嘞 天祥宾馆到了 您给三十吧 那男子好像根本没有听见 一动不动地 闭着眼坐在旁边 像是睡着了 嘿嘿 到地方了 老兄 对方还是一动不动 没有回答 老路诧异地下了车 绕过车头 拉开了另一侧的车门 当他打量那个乘客的时候 心里咯噔一下子 看上去 这个男人不是睡着了 而是 他晃了晃那个人 毫无反应 他又伸手在那人鼻孔下 试了试 没有感觉到任何气息 朗路颤抖着缩回了手 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想 这家伙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可能突然就死了呢 他死了 我怎么办 报案吧 他这样想着 就朝宾馆那边的公用电话走去 来到公用电话旁 他先看看终点 快到深夜一点了 他拿起电话 又停住 心想 一报案 麻烦就大了 今晚我一族别想回家 睡安稳觉了 哎 真倒霉 今夜怎么老碰上这种事了 反正 他死不死 跟我也没有关系 干脆开车拐个弯 找个地方 把他拖下去 走人算了 想到这儿 他放下电话 快步返回自己的车前 他猛一开车门 吓了一跳 因为 车内空空的 那个男人 早已不见了 他好生奇怪 这活人能逃 死人 难道也能逃吗 朗路被眼前的情景 真的弄懵了 他不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脑袋懵懵的 他睁大双眼 向周围张望了一下 然后上了自己的出租车 不知不觉地 开车回到了家 他进屋后 先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然后走进卧室 一下子躺到床上 合上了双眼 可是他怎么也睡不着 他想着刚才这一系列怪事 一关灯 眼前就会浮现刚才那个人的影子 吓得他急忙开亮灯 点了支烟 抽了一口 然后将手臂搭在床边 合上眼 继续睡觉 很快他就睡着了 当他手中的香烟将要燃进 并且烫痛他的手指时 他才猛然醒来 他感觉到夹烟的手指被烫得很疼很疼 他扔掉烟头 用另一只手不住地搓着被烫痛的手指 正想接着睡去 忽然听得像是有人敲他的门 他仔细一听 果然有人敲他的门 谁呀 是我呀 我的东西丢在你的车里了 你是谁呀 我就是刚才坐你车的那个人 刚才 朗路一听 蹭一下坐了起来 他确实害怕了 他头上冒着虚汗 心里不断地嘀咕着 怎么越来越怪了 莫非我真的遇到了鬼不成 那家伙不是死了吗 既然死了 怎么又跑了 跑了又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 朗路不由自主地 一挺身子站了起来 他硬着头皮走到门前 颤抖着声音问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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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哦 我发现落了东西的时候 你的车已经开了 我跟着你的车后面边追边喊 可你就是听不见 我看就你这屋亮着灯 寻思着准是这儿 哦 对不起 请你把门打开吧 我的东西重要得很啊 哦 哦 好 你等会儿啊 朗路知悟着打开了房门 还没等他说什么 外面的人呼啦一下子 就进了他的屋 门被关上了 他看到进来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三个人 两男一女 其中一人正是他认为死了 又神秘失踪的博足男子 另外两人 则是先前乘车 当快到地点时 悄然离去 而又不知去向的 那一男一女 面对眼前的一切 朗路傻眼了 你 你 你们要干嘛 他边问边猜测着 他们跟踪我 是要抢劫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就跟他们拼了 哦 兄弟别怕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有事要跟你谈谈 谈谈 你们是谁 跟我谈什么 我也不认识你们啊 哦 我姓刘 你当然不认识我们 本来我们也不认识你 可是 你应该不会忘记 就在两个月以前的一个晚上 也是在通向庙的路上 就是他们两个叫你停车的地方 对了 也就是今天晚上 我拦你上车的那个地方 你开车撞了一个人 你没有停车 甚至没有减速 而那个被撞的人 就是我 朗路这才想起了那段惊心的遗憾 两个月前 那天晚上 他开车送一个客人去寺庙里带 回来的路上 人车稀少 他的车开得很快 通过那段坎坷的路时 他没有减速 车子剧烈地晃动了几下 当他发现 路旁那个骑自行车人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多长 朗路的车撞到了那个人 但是 他没有停车 当时他还想 撞了 但估计不太严重 不能停车 要是让被撞的人沾上 我这两年挣的钱 说不定全得搭上 再说 反正也没人看见 于是 就这样 朗路开车 快速回家了 你们 你们想怎么样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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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别惊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